大家好 欢迎收看沪港股市总结 我是淳子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收盘情况 今日港股低开0.16% 全天低点震荡 港股恒生指数跌0.41% 报25112.061点 国际指数跌1.4% 报11829.18点 大市全日成交为1261.177亿港元 港股通今日的净流入为4000万港元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截至到收盘为止主要篮筹股的具体表现 汇丰控股跌5毛 中国移动涨6毛 建设银行跌8分 工商银行跌6分 中国银行跌4分 中国人寿跌2毛 友邦保险跌6毛5 腾讯空股涨1块2 金沙中国涨1块5 长河跌1毛 新宏级地产跌1毛 九龙舱跌2毛5 中国海外跌3毛5 华润置地平收 中海油跌1毛8 中石油跌9分 中石化跌1毛1 宽伦能源跌1分 中国神华跌3毛4 关注完了港股方面 我们再来看一下内地的具体情况 周二的早盘两市开盘不一 护制低开低走后回升短暂翻红 小幅回落之后一路震荡回升 盘中上了4000点 最高至4035.44点 11点左右冲高回落 午后开盘护制持续震荡下跌 曾经一度失守了3900点 最低跌至3855.56点 在14点15分左右探底回升 临近盘为小幅回落 旁边上银行股 保险股 石油股等权重股比较低迷 而题材股有所回落 再来关注截至到收盘为止A股的具体表现 上证宗纸报3924.49点 跌45.9点 跌幅为1.16% 生成纸报12728.51点 涨114.36点 涨幅为0.91% 沪深三版纸报4112.15点 跌99.66点 跌幅为2.37% 创业版纸报2726.05点 涨42.97点 涨幅为1.6% 再来关注H股对A股的五大折让情况 浙江市报折让77% 山东木龙折让76% 中石化油腹折让75% 洛阳玻璃折让75% 重庆钢铁折让72% 再来关注H股对A股的五大溢价情况 万科企业溢价1% 安徽海洛水泥溢价负的2% 江苏宁户高速溢价负的3% 中国平安溢价负的4% 招商银行溢价负的5% 关注完了股市 我们再来回顾今天的主要财经资讯 前海主打金融服务出现了内地的首家民营银行 并有外资大行进行进驻 而前海所指的金融创新 主要是体现于人民币跨境流动 以及发展互联网金融 在前海注册的银行 可经营人民币跨境贷款业务 当地的企业也可以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 集资所得的人民币可回流前海 作为内地首家民营银行 腾讯控股旗下的微重银行 主打金融创新产品 虽然总部设在深圳 但金融产品将会推销至全国 前海注册的微重银行 主要是提供个人的金融服务 目标客户包括 小微企业年轻白领以及蓝领等等 而小微企业由一时住行入手 寻求跟行业龙头 如大众点评等网站进行合作 而小微企业不仅从事存贷业务 也会利用腾讯的社交数据 来用于产品的营销以及风险管理 内地上月新增贷款 以及广义货币供应M2增长等数据 经胜于预期 人民银行连番出招放水 向市场注入了流动性 似乎略见成效 上月多项货币数据均优于预期 6月新增人民币贷款于 12000亿元人民币优于市场预期 也是今年第二高 总结上半年 新增人民币贷款为65600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于5000亿元 期内M2增加11.8% 增速按月回升 优于市场预期 人行就表示 M2的增速自4月的历史低位 逐步回升 情况跟减息降准有关系 并指货币政策可增加 实体经济融资需求 以及货币供应 而银行间流动性充裕 以及利率总体回落 均有利实体经济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护港股市总结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会